那麼我們再來看一下您手邊講義在這裡 我們剛剛已經學會了泡半本對不對 泡半本了也插入了文字圖片還有Google的 那現在呢就來看一下怎麼樣萬一你的頁面不夠 頁面不夠怎麼樣增加頁面 怎麼樣增加甚至你可以插入什麼PDF 或者把老師您的泡分放進來也可以 不過說真的啦我會比較建議啦 如果你要用這個的就忘了泡半本吧 因為如果你再把泡半本放進來 只不過是在這裡播放泡半本 那直接播放泡半有什麼不一樣嗎 就是你既然要跳不到那個框架 你就完全的跳脫出來 比較不會覺得說一直受它影響 那我給老師看一下到底插入PDF跟插入泡半本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在這邊我有做一個滲透 來給您看一下 這個是用PDF PowerPoint跟PDF 那你在揮入這個PowerPoint的時候呢 它可以讓你選擇你的PowerPoint 每一頁進來的那個形狀 我現在選擇的就是這個環繞型的 它有好幾個可以選擇 好還是也可以選擇 那所以呢簡報的內容就是像這樣 這樣 不過老師有沒有發現有些中文跑掉了 因為啊 PowerPoint有些是比較複雜一點 對不對 有一些你排的那個比較複雜的 它可能就會跑掉 好所以 比較好的方式 事實上還是要老師把你那個 簡報的那個畫面把它變成圖片 就不會有 比較不會有問題 比較不會有 所以它會像這樣子 那我現在呢 我再回到這裡來 這是我們插入PowerPoint大概的一個畫面 那如果呢 您插入是PDF 你看這裡有一個PDF 這個 好 拉過來 我滾輪放大一點 這個是清水高中的靠近內 初戀那件小事老師有看過這一部嗎 這個是泰國版的那一年嗎 蛤 那一年 電影有看過嗎 對不對 泰國版的 啊他就把它出在考題裡面 哈哈 就是那排列組合啦 也不錯啊 你看我們 老師您把那PDF放進來之後呢 看你的PDF有幾頁 它就變成每一頁都是什麼 一個slide 有沒有 這是一個 這一個 這一個 這裡我記得好像是兩頁的樣子 好兩頁 那這個呢 我就順便把這個放進來 你看 插入Youtube有沒有 其實都一樣啦 跟我們那個 是相同的 所以呢 大致上是像這樣 所以您可以看到就是 插入PDF也好 插入那個Youtube 或者是 這個 就長得像這樣 那如果您從這邊 怎麼插入 你看在這裡 有沒有一個 增加我們的PDF或V6 好這個V6指的就是說 我的影片不是來自Youtube上 而是自己的 不過通常我是不建議這樣做 是因為 影片檔案量是最大的 所以你一傳上去 可能你 假設只有100MB的話 大概空間就已經很夠了 好 那 PowerPoint就從這邊 你點了之後 選好你的檔案之後 它會讓你去 我去 我在簡報這邊 在這裡 我記得這裡 我好像有那個 流程 有一個 插入拋空 那個畫面 我忘記在哪裡 它就是有讓你選擇 就是呈現的 我們剛剛是呈現這樣子的畫面 它大概有三四個 三四個 就讓你去呈現出來 好 那這個是 您稍微看一下 等一下 我們再來看這邊 在這裡 現在呢 我們再來看看 您怎麼樣去 把這個頁面增加出來 好 你看 我們在這邊 好 目前我總共是八個頁面 八個頁面 那八個頁面呢 如果你要增加 這裡有一個加 對不對 它問你現在是什麼 因為 以版本來講 它其實是圓圓的 對不對 這個外面這個方向是圓圓的 所以它這邊 預設就是 這個圓圓的 你也可以用這個 像這樣子 不同形狀 好 如果你要加 你按一下 有沒有就加出來了 你就自己 決定要放在哪裡 其實加出來之後 老師可能沒有注意到 我們這邊有沒有多一個 有 有齁 對 那如果順序要改變 現在是地球嘛 我不能插到前面去嘛 當然可以 請問老師 包括你調整那個順序 你怎麼做 直接拖曳對不對 不要懷疑 扭起來好不好 有沒有變第四個 所以如果你 點完了這個 它就直接給你挑到那一邊去啦 這樣會了齁 你看 都一樣的啊 所以我們要複製相同經驗啦 不一樣的再學就好了 就很快 那 像這樣子呢 就很快就可以做好 就做好 那麼 這裡有一個倒是一個情形 老師可以留意一下 我們現在插入Flame 雖然都是這樣 但是 你會發現 當我點到這邊 它一定是把什麼 把這個框框放到最大有沒有 那 有一種情形是 我們希望什麼 好 我在這邊 可是我稍微 近一點點 我大概就要這樣就好 甚至有的人 比較高拐的我 它就說 我在這裡 比如說我在這邊好了 我再插入一張好了 插入一個 我看一下這裡 好 插入一個這個 把它丟到這裡面來 好 這是另外一個 又多一個 來這裡 好 那這個 我想要怎麼樣 我不能歪歪的這樣嗎 我這樣會不會 你如果是這樣子的時候 我們來看 我如果進到這邊 很奇怪 它就是要把我轉正 人家就是想要歪歪的不行嗎 這個時候呢 如果你遇到這樣的情形 我們來看一下你該怎麼做 好 就把你的這個 你想要的什麼 你如果移到物件 它是移動物件 如果移到外面 就是移動整個桌面 有沒有 就是桌面 假設我就想要這樣子 那你可以來這邊 下面這裡有沒有叫做 編輯路徑 這個 編輯路徑 我們可以從這邊 標準的你從這邊增加 反正它都是正確的 但是呢 如果我在這裡 編輯路徑 我就覺得我喜歡這個畫面 你可以來這邊 有沒有一個叫 Add Current View 也就是說 我現在這個角度我要了 就直接好像拍照一樣 按一下 Add 好 這樣就進來了 就是不管你怎樣 我就是帶我進來就是這個角度了 你看我把它離開 好 你再按一下就離開 有沒有 好 現在呢 我到別的地方 好 點到這裡 好 點到這邊 有沒有就是這個角度了 它不會自動那裡轉正的 那這個是有時候 可能你比較 希望有一些創意的時候 你可以這樣 那標準的我們都是 進到那邊 它就自動轉正 好 就自動轉正 這樣有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剛剛在這邊 您講義上這裡看到的 就是 這個叫做增加路徑 那相對的 你看 如果你要把那個路徑刪除的話怎麼辦 因為我們剛剛不是從這邊增加嗎 調整順序都有 可是有沒有發現沒有 好像沒有刪除的動作 你看我按右邊 有沒有刪除頁面的動作 好像沒有 Delete對不對 怎麼辦 因為 路徑 就是它的 這個 你看滑過去有沒有Delete 所以假設我這個不要 就是你那個頁面不要的 你要會從這邊把它移掉 所以老師千萬不要 只會增加不會移喔 哈哈 那我把畫面還給你 您先到來試看看喔